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 我告诉你啊 这事不出一个小时 不仅你们全家 全镇人都得知道 理所当然的 把你跟楚笑笑 已经归为一对 是吧 而且还认为 你们俩就同居了 你说这个小达 你就是个扫把心啊 我怎么一遇到她 我就倒霉呢 我也是的 你说我干嘛 非要管她的闲事呢 结果弄得我自己 你惹一身骚 还有你啊 昨晚上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我想问小田电话 赶紧把她弄走 你以为我跟你呀 孤家寡人一个 我是有家事的人 再说了 你打电话那会儿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块儿 我要接电话 那我也太不敬业了不 行了吧你 你这种人 就是剪刺忘脚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接下来怎么弄啊 什么怎么弄啊 先看看他们反应再说吧 什么 你昨天晚上在 戴威家过夜了 你们没有发生什么吧 应该没有什么吧 她也跟我说 她没对我怎么样 你确定她没有对你怎么样啊 你傻啊 你自个儿没有感觉啊 不啊 你头很痛 就我头痛吗 就我头痛吗 那个David说了 他说 他绝对不会跟一个喝得烂醉如泥 满身是酒味 睡得个死猪一样的女人 睡在同一条团上的 睡在同一条团上的 住到一块儿还杀了个屁呢 我跟你说啊 你是个男人 男人要负责任 现在第一要紧的 是你把那个女孩子带回家 见父母和家人 这样才名正言顺 给人家女孩子一个交代 奶奶也知道这事了 乐得合不上嘴啊 就这么定了啊 你一定带女朋友过年回龙门 我们等着你啊 一伟啊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将计就计 把那小达女给租了 你想啊 首先 你姐夫已经见过了 你不能说今儿一个 没人换一个 再找一个 这不像你风格 对不对 还有啊 你奶奶要知道这件事 受刺激进医院了 我看你怎么办 可是 可是那女孩看上去 没什么感觉啊 跟我不太合适吧 而且脾气倦子跟同驴似的 十有八九不会同意 其实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想明白 挺奇怪的 因为之前 是我把她给踢了 还当众把她骂得狗血噴头 她没有气恨我 反而把我给救了 没有把我生在大街上 把我带回家还以礼相待 这说明 她是一个见义勇为 光明正大 不为女色所动的 真正的镇人君子 是一个优秀的猪头 我就觉得这个猪头 是个真正的猪头 可是 好像也很难解释八分钟约会 和尚王族女友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八分钟约会 也说明不了什么 但是像David这样 还算得上是个优秀的青年才俊 来做这种事情 我就觉得奇怪了 更奇怪的是 她还租女朋友 她是真找女朋友 还是有什么 图不得已的苦衷呢 我也觉得奇奇怪怪的 看来 我好像是欠了她一个人情 可是我跟你讲 我一看到她那副吊儿郎 当自以为是的样子 我就特别想揍她 算了算了 不说她这个人了 反正你租女友的稿子 也都交了 对了 你刚跟我说 你妈给你打电话了 那她有没有说公司怎么样啊 我妈 她是被一个 跟她合作了十几年的合伙人 给骗了 那个人以公司名义 跟别人借了钱 结果自己跑了 哼 太过分了 进去太前奏了 那 那天在学校打我 还有打电话 跟你追着的那些人 他们是一伙的 应该是吧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我不想 让我妈再为我担心着急 那么多年 一直都是她在照顾我 都是她在保护我 现在她出事了 我觉得自己应该 帮她分担点什么 嗯 那倒也是 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是 知道你妈是安全的 这是最重要的 是啊 我想 等我凑够钱还给人家的时候 我就能见到我妈了 嗯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 谢谢你相信我 我会加油的 我们都会得福的 嗯 好 哎 化妆 哎 给她补补妆 出汗了 她不是去拍腿吗 脸有必要补吗 你什么意思 她以为自己大盘呢 你再说一遍 笑容 请尊重我的模特 尊重我的工作 刚才你们没听见 你们在外面 是拍腿 可是其中有一张 是拍脸的 你们赶紧给补一下 啊 哈哈 小甜 你快看 我的这篇稿最近出烂了 真的四个板面呢 牛吧 小姐 我再重申一次 我是很要面子的 你现在只顾自己说 不惜用你的成绩来刺激我 你太过分了啊 其实呢 我是想让你帮我看一看的 然后帮我多挺点意见 这样呢 我就可以好好改进 以便更上一层楼 你的智商本来就比别人高 不用再改进了 再改进啊 就嫁不出去了 我告诉你 男人呢 其实不喜欢那么聪明的女孩 还是像我这样笨笨的 比较受欢迎 童杰 怎么会是童杰呢 你干嘛那么激动 童杰是谁啊 他不会是你偶像吧 不可能 你的偶像全都是男的 你说对了 他就是我偶像 我上初中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他 他那时候就是特别 做红的模特了 我家现在还有他好多照片呢 但我靠报道说 他参加一次模特大赛 拿了奖之后就去巴黎了 而且在那边也特别红 难道现在又回国了 长得挺漂亮的 还生气呢 还生气呢 好了 工作结束了 我们走吧 童杰 我们能不能不要 再接这样的工作呢 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我不知道我下次 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还能不能像今天 这样忍住 我不是挺好的吗 真的没事 你这是何苦呢 好了好了 我们走吧 走了 你确定要上去找他吗 那你上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我在这里等你 就知道自己 我都会全部到我们 工作室 他都不在乱 我会怎么做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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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偉 依偉 给我点时间吧 我只要十分钟 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 我只要十分钟 就十分钟 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走了 我知道你伤心啊 别说 别再跟我说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依偉 依偉 对不起 不 blogram 不离开 词 妈 你又怎么了 一伟啊 妈让你问问你的女朋友愿意吃什么 你问了没有啊 好 我知道了 妈我记住了 她想吃什么 你也不用这么催我吧 现在都几点了 都九点多了 你们不是 你们不是都住到一块了吗 好了好了 妈 你先把电话挂了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问她 先挂了 这 妈呀 妈呀 喂 喂 我是孙一伟 你干吗老缠着我不放啊 哎呀 别那么大声 嗯 嗯 我在复习好事呢 你要说快说 我 我告诉你啊 你的手表要是不想要了的话 我这个事可以不说 什么 我手表在你那儿 你干吗偷我手表啊 你不会趁我不中意的时候 趁我打劫来对吧 我趁我打劫 我说你讲不讲道理啊 好 你爱要不要不要拉倒 哎哎 别急啊 行 我看在你是脑瘫患者的份上 我不跟你记性 听好了 明天中午十二点 前堂查人 我只等你十五分钟 过时不后啊 挂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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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坛 猪头 讨厌 戴威啊 哎 他捡了我的手表还给我 十惊不昧吗 哎 你说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以我的经验 他十有八九是看上你了 所以用手表来做借口 主要目的是想借你 不可能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 他没在我身上用过一个不好意思 那你到底去不去啊 我当然得把手表拿回来了 那是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怎么拿着那么珍贵的东西 放在一个猪头男人那儿呢 去 干嘛不去 你说什么 想送我回家过年 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把手表还给我呢 原来是另有阴谋 这怎么能叫阴谋呢 这应该叫互相帮助 我还以为你真的是个这人君子 之前误会你了呢 原来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想租我 没门 你少在这儿给我摆副味道似的嘴脸 要是租女朋友真的那么见不得人的话 你干嘛在网上回我印租的帖子 屁爹屁爹给我打电话说 出来吧 商量细节吧 心里面一定特美吧 总算把自己推销出去了吧 那是因为我 因为你什么 因为你什么 不就是因为你想挣钱吗 你们这批人 不是一直都号称什么敢做敢当吗 我现在都给你机会了 你怎么还端着啊 你虚不虚伪啊你 是 我是想挣钱 可是我绝对不会靠出卖自己去挣钱的 我是上网去印租民友 可是绝对不会租给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的 你以为我越也租你啊 还不是你自己惹的祸啊 要不是那天你在酒吧喝多了 我把你从色狼的魔爪营救出来 营救到我家 我三姐夫能在我家见到你吗 现在我们全家人都把你当成我的女朋友了 本来我早就想好了 我再也不做什么女朋友了 可现在我妈每天打两百个电话催我 非让我把你带回家过年 我烦都快烦死了 那凭什么你们家人以为我是你女朋友 我就得是你女朋友啊 你自己好好去跟他们解释清楚不就得了 我解释了 他们不信呢 他们说了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我三姐夫看到的就是真的 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们家人怎么能那么不负责任的 就下结论呢 反正我不管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你自己委屈点就算了 干吗把脏水往别人身上扑啊 什么叫我自己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我是因为谁才受到他们的冤枉 他们的委屈的 这事多少跟你有点关系吧 你看我现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事跟你多少有那么一定点关系 你就发发善心 帮帮我了行吗 第一 那天不是我把你叫到酒吧来的 第二 我没有让你出手救我 第三 我更没有让你把我带回家 你这么大个人了 出什么事得学会自己去负责任 怎么能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卸呢 你个狠毒的女人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那么以自我为中心 连最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 对你这种人要用同情心吗 手表还给我 想租我 没毛 想租我 想得倒美 还说他们家人逼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啊 非说我们之间说 说我是他女朋友 小田 你说 你说这个孙奇怪是不是有幻想症啊 我觉得他也是没有办法 他也是因为好心救你才把你带回家 才被他姐夫撞见呢 要是我看见了 肯定也以为你们俩有什么 这你说怎么解释啊 你们俩基本上是被人捉奸在床的意思 他要租别的女孩回家 怎么跟家人交代啊 谁跟他捉奸在床啊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你要是跟他回家过年 不是还可以挣钱吗 他现在跟你说非得租你不可 那不正好吗 你可以趁机跟他谈谈价钱 你那十万块钱 要是就靠你这么打工写稿子 年纪肯定没戏 可是跟他回家 至多挣个万八千块的 为了这万八千块钱 让我成天跟这个眼邪嘴歪 奇奇怪怪的人妥协 嗯 我不敢 哎呀 这怎么能叫妥协呢 这是为你好 你就当这是个勤工俭学不就行了吗 勤工俭学 嗯 我这样算不算自欺欺人啊 你没看错吧 我没看错 上面写着童杰的名字呢 我也没想到 不可能啊 我告诉你说 童杰他可是个名模 他怎么可能给这些杂志拍这种照片呢 只有刚出道的小模特 他才可能拍这种照片啊 哎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就昨天我买了本杂志 我当时都不相信呢 喂 喂 我那个 我晚上跟你说啊 先这么着了 哎 意外 咱们好久没回学校打球了 要不今儿 回去打一场 反正有时间 一会儿你叫我吧 喂 哪位 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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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回来的 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听说你在巴黎混得不错啊 怎么突然回国了呢 就是有点工作吧 哦 工作 您的工作 就是回来拍那些露大腿的照片 您可是个名模 您特意从巴黎飞回来 就是为了接这种工作 您觉得我会信吗 我会信吗 模特本来就是吃青春饭的 再红的模特也有过气的那一天 过了气的模特也要生活 还要吃饭呢 您是这么说我明白了 不过有件事 我必须得提醒你 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吧 我请你以后能不能不要 再拍这种照片 孙义伟让你伤得够厉害 这么多年了 他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还是单身 到现在还没有缓过劲呢 你这一回来 拍了这么多 让人脸红的照片 还到处蹬着 你让他看见 你不是存心给他添堵吗 义伟 他现在还是一个人 你可千万别误会 他就算打一辈子关棍 这全世界的女人都死绝了 他也不会再跟你在一起 我要是他 我掐死你的心都有 傅佐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没有最好 义伟 他是个很坚强的人 他 他不会因为分手就 就 我差点忘了 您当年潇洒 从机场 就这么一飞 就直奔巴黎了 这儿发生什么事 当然和您没关系 我看您还真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您还是最好别知道 但凡您还有点良心 那您这后半辈子 就得寝食难安喽 寝食难安 为什么 傅佐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义伟那么喜欢汽车 现在为什么改行了 同学我告诉你 我之所以愿意过来 不是来和你叙旧的 我也不是来跟你汇报 义伟现在的状况 我过来只为一件事 我告诉你 我请你以后离义伟远点 你既然当初走了 就走得彻底一点 我知道 我当初那么一走了之 是很残忍 我只是想当着义伟的面 跟他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你也知道对不起 你给孙义伟造成 这么大的伤害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 就能一笔勾销了吗 那你当初干什么了 我请你以后 不要在他的面前出现 听清楚了吗 这件事算我求你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希望你能记住 否则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笑笑 这是我们大家帮你凑的 还差将近四万块呢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在短期内 弄到四万块钱 电话 喂 主编 楚笑笑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是这样 有一个书商 看了你写的报道 非常感兴趣 想就租女友这一选题呢 出一本书 稿费呢大概有两三万 如果你感兴趣呢 具体地再细谈 两三万 我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 那你一个小时后到杂志社 我把书商约过来 谈谈细节 没问题的话就把合同签了 好 好 谢谢主编 我一个小时后就过来 小田 太好了 我要两三万了 主编跟我说 书商让我写书了 太好了 感谢扶桑 感谢上帝 感谢耶稣 差不多就行了啊 别一会儿喝多了 还得我扛你回家 我说 你小子 是不是怕我耽误你 如火如荼啊 喂 我是啊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租到了 还是要谢谢你 好 再见 怎么着 那小达女终于答应你和你回家过年了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那你刚才什么意思 我不想再这么折腾了 行不行啊 我现在已经筋疲力尽 我憔悴 我都快崩溃了 好 那你爸妈那儿 你怎么交代啊 大不了我也不回去过年了 来我说孙玉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从相亲那天开始 受的刺激还少啊 我还能受什么刺激啊 行行行行 别喝了 做我兄弟的今儿说几句你不爱听的话 你别在意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非得走今天这一步 非得去租一个女友回家 你别跟我说是因为你爸妈天天逼你 你也不想想 他们为什么天天逼你 八年 八年来你一直一个人单身 就算你要惩罚自己 八年的时间也够了 你也应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重新 你总不能这么一辈子一个人过下去吧 哎呀你烦不烦 我爸妈整天轮番捞的还不够 你还在这儿义正言辞的教训我 你让我耳根亲近亲近行不行啊 你 怎么样 谈成了吗 谈成了 稿费也不错 三万 嗯 可是书上的要求是 题目是租个女友回家过年 而且重点是回家过年 可我上次采访的两个对象 根本没提到这个问题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写 啊 闯死人了 早知道啊 上次就多问那两个采访对象一些问题了 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 上哪儿找人啊 书上要催得紧 我总不能自己瞎编吧 哎 去找David啊 他不是要送你回家过年吗 找他 多现成啊 他自个儿送上门呢 现在还要比找他更合适的办法了吗 哎呀 你还犹豫什么呀 你看 你要是印租了他的女朋友 他也付你工资吧 同时你写出的素材也有了 他不是说非得要租你不可吗 那这样的话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上不封顶 底价一万 你不就差这一万吗 那这样的话十万块钱就凑齐了 哎呀一举多得 根本不用多想 赶紧给他打电话 可是 这不懂你出卖我自己吗 你还想不想挣钱还债了 你还想不想见你妈了 你已经不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大小姐了 生活就是这么现实的 我给你想清楚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让我想想 大家知道 啥 他们家一项 小姐 你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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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子 发现了 您的电话已关职 抱歉 您的电话已关职 您的电话已关职 喂 我是楚笑笑 请问你 还回家过年吗 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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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敲诈呢吗 那是研究生的价格 那 七百五 七百 一口价六百 不能再少了 我已经让你两百了 四百 对于你这种本科生来说 这已经是最高待遇了 四百的本科生也敢找啊 那肯定是山寨的 要不就是叶总会的小姐 要不就是大排档的九推 便宜没好货 你懂不懂啊 价廉五美你听说过吗 就四百 那也不能你说四百就四百啊 你一分钱都不让 这样做生意太没有诚意了吧 那好吧 那好吧 四百五 五百 一分也不能少了 你要嫌贵的话 就去点山寨的吧 好 成交 成交 那 在众人面前 乙方 必须 时常以一种寒情默默的眼神 看着甲方 并流露出依依依不舍的神态 这也太肉麻了吧 这么恶心的表情 还时常 不行 这必须要改 这不成花痴了 不会 不会也可以学啊 哎呀 虽然不能弄假成真 但也要假戏真做 假戏真做 跟你 不好意思 要换一个对象的话 那我勉强还能应付 可是你 说实话 我每次看到你只要超过五分钟 我就会自然反应 就会头痛 好 我再加上一条 不准用侮辱性的语言 对甲方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 你要充分尊重甲方的人格 那我也要加上一条 就这儿 后边 当甲方父母在场的时候 甲方可以短时间地搂住乙方的肩膀 但时间是每次五秒 如果超过的话 就处罚两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违约金 直接说三百不就完了吗 不是 十四百 那这条删了 什么叫做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要求 不断调整修缮自己 以使自己始终保持租女友的印租条件呀 你 你在约人无数之后 还死起半裂非要租我 这说明了 我是最好最合适的 不然 你租我干嘛 你知道吗 这世界上 最可怕的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你觉得自己很特别吗 要不是 是啊 我三姐夫看见过你 像你这样的 我根本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别给自己找理由 明明是没人愿意答应你 魅力 不是靠临时抱佛脚就能有的 没人答应你就承认 不丢人 看在你年有无知的份上 这一条我就不跟你计较 但我告诉你啊 下面这条你必须给我遵守 在合同期内 以方如果恶意泄露秘密 造成贾方名誉扫地 贾方等有权拒付所有酬劳 恶意泄露秘密的定义是什么 恶意就是 怀着不良的居心 泄密就是 就是不能让本合同 没有涉及的无关人员 知道我孙艺伟 有租女朋友的事实 那也就是说不止民不道信 不让别人知道是你 那就不算是刻意泄密 少啰嗦 还有什么事啊 有 如果要是你先密了呢 后面必须加上一条 如果因为贾方泄密 造成以方名誉受损的话 贾方要陪以方双倍抽携 你是不是穷疯了你 像你这种只能混到 靠租女朋友回家过年 生活在悲惨世界中的人 以后 就算是找不到女朋友 一辈子孤老 那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可是我不一样啊 我还有大把的新春 和美好的未来 我的时代还没到 万一这件事情造成我名誉受损 我岂不是太亏了 我可接受不了 这么残酷的事实 给我你的爱 我会陪着你知道 你不用再担恼 可能是中间样 可我却找不到 那怪我给你说的那些笑话 并不可笑 你应该过得好 你跟你做得好 把他弄下来 省得到时候会你耍赖 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想你过得好 我想你过得好 不想你过得到 彼此彼此 哎太好了 终于考完了 哎呀终于解脱了 困死我了 我要先回宿舍 睡他个天昏地暗 把这些天驱的脚 都给补回来 你车票买好了吗 什么时候回杭州啊 买了 这两天就走了 哎 你什么时候走啊 哎呀不如跟我一起走得了 反正你去富阳 也要经过杭州 哎 我妈做的饭可好吃了 我也想啊 可是我少去一天 就少挣一天钱呢 五百块啊 孙讨厌 喂孙老板 什么事啊 介于你一贯令人担忧的表现 还有 为了防止回家以后 出现意外穿帮的情况 明天周六 我希望你来我们家一趟 了解一下你 即将面临的工作环境 熟悉熟悉 你将要 与之合作的工作对象 啊 不行 咱们公司规定了 租约是十五天 要从上飞机那天开始算 当然 如果你一定要坚持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 要从明天开始算钱 来回飞机票你报销 我也可以给你打个六折 三百 你看怎么样 你 除笑笑 你要再怎么勒索敲诈 我就跟你解除合同 那怎么能行呢 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我明天是有工作的 我是靠打工为生的 我的损失谁来赌啊 你损失多少 两百 当然 我也可以给你便宜点 一百五 不 一百吧 好吧 那就明天见了 拜拜孙老板 什么人呢这是 真服了你了 对男人还真有一套 不错我放心了 小瞧我 没吃过猪肉 我还没见过猪走路啊 孙一位 会不会数猪啊 我问他 简直就是敲诈 动不动就拿钱来要挟我 看不出这小姑娘还挺厉害 我可是给你提个醒 注意点 别到时候赔的血粉无归 要不然这样 我看 索性你就别租了 不如直接把他给收了得了 你想 不但省了一大笔钱 你还能捞一个春心少女 得了吧你 你见过这种精明狠毒 武当弄枪的清纯少女吗 再说了 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 弄不好啊 我每天都得受气 进来吧 让我来什么事儿孙老板 我说你平时是不是特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跟猫似的 你自己平时就没点成熟稳重些的衣服啊 我怎么跟猫似的了 我怎么不成熟怎么不稳重了 你什么眼光啊 在你眼里什么是成熟什么是壮重啊 你少跟我废话 到底有还是没有 不好意思 没有 行了 一会儿跟我走 干嘛去啊 给你买衣服啊 干嘛去 给我买衣服 真的 真的 这心情就像那 低热量的雪糕 淡淡的不够味道 总觉得少了什么 对你的那思念 一天一天在叫 追下秋冬的部分 对你 哭哭的女孩 我在你家的门外 手捧着鲜花 生起我们的未来 阿Q的精神 让你迷惑出来 你不会也是购物黄吧